Hello大家好,我是一直喜欢与众不同的Miss YY小姐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2021年春夏的流行趋势 并且推荐了一些结合了流行元素的基础单品给大家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 而今天这一集我们再来聊一聊 在穿搭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流行配饰部分 我这里精挑戏选了在今年春夏我认为最为赏心悦目 最振奋人心 当然了也是最百搭最为经典的配饰和你分享 所以这里赶紧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一集的内容我会大致分为四个板块 包括首饰、鞋、包还有其他配饰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观看 今年的饰品呢大致是遵循了浪漫轻盈的自然风 还有粗犷夸张的工业风两种风格 大的手镯呢在今年秀场的出镜率啊极高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90年代的简约中性风格 大部分呢都是粗犷的金属质地 能让整体的穿搭提升了不少的个性和增加一些分量感 可以说呢是非常经典的饰品 相信呢很多小伙伴们啊手势合理啊都有 不过今年啊主要是在佩戴的方式上呢有不少的变化 今年最流行的戴法啊就是戴在小臂上方这一部分啊 就比较靠近手肘这里 还有一种戴法呢也是流行了一段时间的戴法 就是把它戴在手腕处 不过呢是戴在像衬衫啊上衣啊等袖子的外面 当然啊如果你的手臂的肌肉呢够紧实 线条够好啊也完全可以戴在上臂处 链条这个元素呢确实啊已经流行了好几季 不过这一季在我看来可能已经发展到了最大的程度 有些呢甚至让我不禁联想到了90年代的嘻哈街头风 可能啊也是设计师呢想要表达在疫情期间一种被禁锢的感觉 这一季的很多的链条项链啊给人一种非常沉重和窒息的感觉 个人呢是更喜欢啊在手链上的运用 这里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搭配一下设计比较简约的穿搭 可以呢尝试加入一下整体比较轻易柔软的风格做一个中和 这样呢就能够啊提升整体造型的时髦感 而在日常穿搭中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大链条过于夸张呢 当然啊还是可以选择稍微低调一点的 让整体呢也会显得更为精致 今年呢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啊是非常盛行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不少的带有那种波西米亚风格的饰品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那些好久不见的长款吊坠项链 在迪奥的秀场上基本上呢每一个look啊都有运用到 当然大部分呢是用迭代的方式展现 但是呢整体啊不会过于繁复 其中应用到比较多的呢就是珍珠啊宝石啊等元素 色彩呢也是运用了很多今年啊流行的 彩色系非常的缤纷啊充满了那种浓浓的夏日风情 在其他的秀场上呢我们会更多的看到那些 走极简风格的长项链或简约或粗犷 总之啊今年项链方面呢长款项链啊就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好了到了我个人最爱的耳环部分 这一季呢耳环走的是XL的路线可以说是越大越好 其中呢当然包括非常华美的珠宝耳饰 简约的抽象几何设计还有啊非常具有雕塑感的设计 而且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不对称的设计啊以及单边耳环的使用 而作为大耳环的忠实爱好者呢我认为啊他们是修饰和强调两部轮廓最好的配饰 今年耳环往大了买肯定没有错 mini的包包已经流行了好几季今年春夏的热度丝毫不解 有些虽然仍然保留着包包的形状但这些小肺包我真的只能把它们归类到饰品这一部分 当然啦他们有的还是保留了包的皮质元素和勉强装点零钱的功能 更多的是作为纯饰品的存在作为下链吊坠耳环还有皮带上的装饰品等等等等 它能够呢给整体的穿搭造型啊增加不少的趣味感 这个单品啊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入手的 这里我在想能不能考虑可以出一个放洗手液的小挂件 这样的话呢时尚和时用不就都能兼顾了吗 各位设计师不妨考虑一下哦 除了刚才提到的小肺包呢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包包的部分 今年的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趋势呢就是大包当道 无论是哪种包型啊我们都能看到超大size的加入 有时候呢在整体的造型中啊所占的比例啊大到几乎让你无法忽视 甚至啊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的主角地位 不过这样的大包啊还是只适合比较高挑的女生 一米六五以下的小伙伴们呢背上身啊就真的有可能会被淹没的危险 所以这里娇小女生呢就可以直接pass了 而在日常穿搭中呢oversize的包包啊选择搭配的整体造型呢 就还是要以简约为主 重点呢就不能太多 这里啊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啊今年特别流行的拿包包的方式 在秀场上我们会发现很多模特呢会把比较大的比较柔软的拖特包啊折叠一下 而当作呢类似手包啊拖在靠近腰线的位置 当然这种方式呢也是用于啊其他偏长型的包款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要购买当季的新品 可能啊只需要换一个穿戴的方式呢就可以很潮了哦 刚才我提到啊这一支的粗链条呢几乎是无处不在 包包上啊自然也不能少啦 软糯的皮质啊和坚硬的金属相结合呢碰撞出一种冲突美 像有些包啊是直接呢用链条啊来代替肩带 这个呢是比较适用于自重比较轻的像腋下包啊等包款 还有一些呢就仅仅啊作为装饰呢来点缀 可能有些小伙伴问我哎什么叫做hobo包 其实中文对这个包款有很多种译法 你可以称它为星月包或者是水饺包 通常呢都是以半圆形的包款 基本呢是以首领或者单肩包的形式为主 其中经典的代表款呢像有Gucci的Jackie1961 还有啊Prada的Clio啊等等 而这一季的hobo包呢主要是在颜色上有更多的变化 很多包款啊都使用了流行的浅粉笔色啊 还有以及高饱和的彩色系 所以说如果你日常呢穿的比较素雅的话呢 可以啊选择一些比较出跳的这种hobo包呢 来提升整体的穿搭的时髦感 这一季的网格编制元素啊运用的非常多 很多秀场商呢都出现 虽然不少呢是运用在服饰单品上 但是我觉得像网格这样的元素 在日常穿搭上还是比较难把握的 所以呢我更建议啊大家可以选择 更不容易出错的网格包包啊比较保险 而在材质上的选择其实啊也可以很多遍 像Fundi家呢用的是余网元素啊 加上透明的手柄还有清新的蓝色渐变 很有啊夏日度假的风格 Bubbery家呢则在网格包里面啊添加了 像水晶这样的闪亮的珠宝元素 总之今年如果想要一个有特色的 能够嗷嗷造型的宝宝呢 网格包啊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2021年春夏鞋子最大的流行趋势呢就是以舒适之上 放弃虐脚的高跟鞋平底鞋啊才是王道 所以本季的穿搭呢平底凉鞋非常多 有的是以休闲宽大的鞋型为主的厚凉鞋 这个鞋呢看上去啊就很好穿很舒适 貌似呢还有点百搭是不是 其实呢这种鞋子还挺挑人的 我认为只适合像身型还有脚型都非常纤细的人穿 像我这种脚又大又肥的人来说真的是很不友好 所以呢我更喜欢那种偏细长型的绑带式的平底鞋 像这种鞋型呢就能够非常好的修饰脚型 还有拉长腿型也会让整体的穿搭 比后底鞋呢显得更轻盈一些 不过今年我认为C位出道的呢还要数我们的拖鞋了 居家格力士啊最常穿的拖鞋 在这一季经过设计师们的重新演绎之后啊搬上了T台 低调的皮质居家拖鞋呢 让今年大热的休闲风啊显得更为慵懒和随意 还有一些更多的使用了夸张的颜色和造型呢 打造出更为前卫的街头风格 而且很多啊都使用了秋冬采用的毛绒元素啊 看上去呢真的是很舒服 应该是属于本季最为潮流的蛋品之一了 除此之外像展现沙滩运动跟的夹脚拖呢 更是下季度假的必备 而这季的夹脚呢基本上以后底为主 整体的鞋型呢也会显得更为秀气 所以这一季啊用它来搭配简约的裙装呢 也不会显得太冲突 当然后底型呢更是矮个子小伙伴们的福音了 我个人一直很喜欢毛跟鞋 我真的觉得它是最能够体现女性性感和优雅的鞋型 更主要的啊当然是又好穿又不虐假 而这一季修长呢像Valentino还有Prada家的几双 尖头毛跟鞋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它们醒目的颜色还有修长的鞋型 真的让我每一双都很想入手 配裤子搭配裙装都可完全不需要你上脑筋 颜色上呢一定要放起传统的黑色 选择白色或者是彩色系列 日常通勤穿上它呢真的能让你既得体又时髦 说实话如果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木鞋呢 我是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鞋型呢看上去就是既笨拙 又带着那种浓浓的乡村气息 真的不知道怎么来搭配 但是呢这一季秀长还真的是让我对它有所改观 我收眼睛了之后发现其实木鞋呢还真的挺百搭的 这里大家不妨尝试一下买一双比较百搭的黑色或者棕色款 搭配上牛仔裤或者是连衣裙还有阔腿裤都非常不错 而为了防止呢就是整体看上去过于笨重呢 就要适当的露出脚踝的部分 还有最好就是选择带有鞋跟的款式 这样的鞋型呢真的是流行了很多年 永远都不会退出潮流 基本上每过几年呢都会出来溜一圈 入手不亏哦 今年的休闲风当道 渔夫帽肯定不能缺席 而除了这种比较中性款的渔夫帽之外呢 我们还能看到那种稍微增宽了帽颜 同时呢会让帽颜比较柔软的那种女性化的水桶帽 而这个帽款在穿戴的时候呢 大家想要保持时尚感的话呢 就一定要搭配比较简约和偏中性的风格 我个人认为呢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 配上那种比较柔美还有繁复的女性化的风格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有好 还有这一季秀场让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宽大的遮阳帽 然后这个帽款真的是非常有年代感 比较硬挺的材质呢让整个造型添加了不少的华丽感和优雅感 而且它本身呢更兼具着强大的遮阳功能 所以今年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把它归入到了我的购物清单里面了 这一支的腰带呢大致上会为两种 一个呢就是基本上永不退潮流的大号腰风 因为今年的很多单品啊都是偏中性的90年代的look 所以呢更需要大腰风呢来收缩腰线增添整体的女性轮廓 而像很多的工装库再加一些花卉造型的腰风呢 就是既能够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又能够呢融化整体的风格 而有一些呢在比较蓬松的轮廓中呢加入了简洁的腰风呢 就更能够啊中和掉膨胀感 让整体的轮廓呢更为分明 而另外一个腰带的趋势呢就是双层的细腰带的搭配 尤其啊在Dior的秀场上呢这个元素更是贯穿了整个秀 在日常搭配中呢大家可以选择啊两根不同形状同色系的来搭配 喜欢浪漫或者是休闲风格的小伙伴们呢 这里啊一定要试试这种技法 最后呢怎么能够落下我们的口罩呢 口罩啊作为我们日常穿搭的必需品呢在秀场上自然也不能少 为了配合整体的穿搭呢设计师啊在口罩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潮是很潮啊啊这个防疫功能啊我们就另当别论了 只能说是更好地表达了时尚永远是源自于生活 好了这一季的春夏流行呢就这些啦 希望呢能对你的日常穿搭有所渐渐和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也别忘了给我点个赞或者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期见爱你们 Sally 中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宫